海鋒環保教育基金 國際大象西牛聯盟 總監龐國秀雲女士 謝謝主席 各位香港同胞、各位香港朋友,你好 大象是很聰明而富有感情的動物 當牠們知道其他動物或人類有危險的時候 牠們都懂得施以援手 看著牠們的數字 急劇下降 難道我們真的要就手旁觀? 我們中國人 懂得說有報應 今天我說的不是迷信 這個報應是真的 事實 很多科學家都證明 地球失去生物多樣性 生物鏈就會產生連鎖的反應 影響其他地球生命的存亡 報應很快就會來到我們人類的身上 反賣帳牙的犯罪集團 往往還會牽涉販毒、走私軍火和販賣人口 而走私帳牙就是其中一個令他們賺最大的錢的項目 賺到的利潤 有部分集團還會用來支持恐怖行動 這個事實 全球的領導人都知道 中國領導也都當然知道 所以身為世界最大的象牙市場的中國政府 都決定在今年宣布禁止象牙貿易 如果我們還不立法 香港將會成為非法洗黑錢的中心 是會繼續這樣做 亦會被認為 滅絕大象的幫兇 各位立法會議員 各位立法會議員 你們對這個問題的決定 將會影響整個地球 你們代表著我們香港人 決定世界上最獨特的物種之一的命運 大象的將來就在你手中 現在 全球的領導人都在關注著香港 看下我們會不會繼續袖手旁觀 或者做一個正確的事情 為了我們子孫的後代 保護這個珍貴的物種 其實 我本人很欣賞張先生 他的行業做出來的手工 我很欣賞手工的 不過 你們也有這麼久的時間 慢慢去減輕你們的存貨 還有 你們也有時間 去做其他的材料 如果不用象牙 是有其他東西可以用的 香港的象牙行業 已經用了27年的時間 去逐步減少存貨 而且 用納稅人的錢 去補償這些錯誤的投資 或者甚至乎可能是非法的貨物 是不合理的 請記住 我們今天在這裡討論的是活生生的大象 不是象牙這種奢侈品 我們不可以再因為人類的金錢利益 而再拖延時間 但再不可以再等 香港必須立即全面禁止掌握貿易 多謝 謝謝 謝謝 謝謝